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今天我们在读书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两篇文章 都是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文章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除了王小洪 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嫡系叫孙新阳 文章表示去年11月份的时候 王小洪先接替了赵科志的公安部的党委书记的职务之后 不久时评人岳山就发表了北京二十大防反习 习家军铺满公安部一文 说的是王小洪的上位是习近平二十大的安全需要 王小洪逐步接掌公安部 无疑是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人马布局的一部分 按照文章的说法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要打破惯例连任 也没有设立接班人 引发了中共党内的怨恨 更会成为危险的因素 这其实是习近平持续强调 首要任务是保政治安全的真正原因 中共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的安保会进一步的升级 而王小洪就会成为习近平提高防范的重要身边人 文章当中列举出了 现如今王小洪以下的所有的公安部的领导成员 包括中纪委驻公安部的纪检组的组长孙新阳 还有副部长杜航伟以及副部长兼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局长许甘露 副部长刘昭还有副部长林锐 政治部主任任逢炎副部长陈思源 其中2020年3月份从江西省委书记调任到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的孙新阳 被说成不但与习近平是陕西富平的同乡 而且与习近平的已故同父异母的哥哥习正宁是关系匪浅 该专栏文章表示 辗转向海南方面的知情室查证道 这个为侦办孙立军案件被习近平点名 调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孙新阳 当年从陕西老家远赴海南就是投奔习正宁而去 1964年7月出生的孙新阳当年在家乡陕西富平县城就读时 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高材生 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西北地区最好的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在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了高校任教 成为了陕西机械学院的助教 三年之后他又考回了母校西安交通大学 在管理学院经济法专业苦读三年 拿到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 期间还加入了中共 硕士学位拿到之后 孙新阳决心弃学从政 现任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 当时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齐玉 把孙新阳推荐给了已经在海南任司法厅厅长的习正宁 在习正宁的手下 孙新阳刚刚到任期间 和习正宁对话时全是陕西话 令在旁的人还误会以为孙新阳是习正宁的儿子 日后孙新阳有机会把这段故事讲给习近平听的时候 可以想象习近平从此之后对孙新阳会有多深多好的印象了 正是因为习正宁的培养和向组织部门的举荐 孙新阳从省法治局主任科员干起 熬到了副厅局级 只用了八年时间 日后又一路晋升 2012年4月份就升任了中共海南省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 以及省直属机关的工委书记 三年之后又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的身份 兼任中共海口市的市委书记 而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第二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中国公安部的纪检大权从习近平旧部转给了习近平的老乡 书记上文说 已经去世的习正宁留给自己弟弟习近平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孙新阳是如何转入纪委并且被习近平委以重任的呢 话说在1998年11月27号的时候 习正宁心脏病突发 死在了中共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的工作岗位上 据说他死之前已经被海南省委报送中组部 等待被批准升任海南省的省委常委 习仲勋本人是在2002年的5月24号去世的 自己的长子去世的时候 他正在珠海疗养 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他悲痛欲绝 立刻委派夫人齐心在女儿齐乔乔的护送之下 赶到了海口市与习近平和彭丽媛 以及习远宁等一些弟兄姐妹们会合 当时的海南省委为习正宁举行的追悼会上 时任的海南省法治局的三处处长 孙新阳与习近平有了第一次的见面 在列队问候家属的过程当中 相应未改的孙新阳向习近平介绍了自己 声称习正宁是自己的革命领路人 亦父亦兄亦师亦友 令习近平不胜感慨 习正宁虽然早逝 但其在海南省的政治影响力继续拂音着孙新阳 陆续担任了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副局长 海南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海南省纪委副书记 海南省万宁市的市委书记 2014年4月份的时候 名列海南省省委常委 并且以此身份先后坚任了万宁市的市委书记 省委秘书长和省会海口市的市委书记 直到2016年11月份的时候 被中组部干部交换 出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和省纪委书记 2020年2月份的下旬 中组委初步的掌握了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涉嫌违纪违法的证据 向习近平汇报之后 辑调孙新阳入京 内部委任为孙立军专案的组长 继而又安排他正式接替了年已六十有五的 时任中国公安部的纪件组组长邓伟平 说起来这个邓伟平也和王小红一样 是习近平从福建省一手提拔上去的 习近平1990年到1996年担任福州市的市委书记期间 邓伟平先后出任了福州市古楼区的区委副书记 郊区区委副书记 还有近安区委书记等些职务 是习近平当年的直接部下 习近平离开福建之后 邓伟平后来还担任过福州市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福建省国家安全厅的副厅长 福建省纪委副书记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兼自治区的纪委书记 2015年3月份的时候奉调进京 任中国公安部的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 督察长 当时的邓伟平刚好满六十岁 已经是普通副省级干部的封顶年龄 但是中共对此另行规定 继纪检部门副省部干部的封顶年龄 可以延长到六十三岁 中共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之后 邓伟平在年满六十三岁的当年 又被宣布为中纪委驻公安部的纪检组组长 同时还是公安部的党委委员 还有督察长 说起来就是按照六十三岁的年龄限制 当年的邓伟平也还是超龄服役了近两年时间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中国公安部的纪检组组长由习近平的老部下换成了习近平的老乡 也就是习近平的哥哥的老部下 邓伟平在委期间被习近平安排超龄服役的重要原因 是由他把当时的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的违法违纪案情坐实 并且把他送进监狱 该文章表示2020年的1月21号 孟宏伟以受贿罪被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百万元 孟宏伟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与此同时邓伟平也被中纪委谈话 要求已经超龄服役的他功成身退 而他的继任孙新阳的首要工作 或者说截至到目前的最重要工作 就是把孟宏伟之后的另外一位 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 及其政治团伙的违纪违法案情逐一落实 文章表示孙新阳在中国公安部首次露面之后 大概一个月左右 2020年4月19号 中共的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宣布 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当天晚上 当时还是中国公安部部长和部党委书记的赵克志 主持召开了中国公安部的党委会议 由孙新阳宣布中纪委的通报内容 外界报道当中都注意到了 当时截止到孙立军已经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也就是中共的十八大以来第三位 十九大以来第二位落马的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 而该专栏文章的作者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危职业的文章 介绍了中国前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查之后 中国大陆的南方都市报在第二天 即刊登出了傅政华被查 细十九大之后第三位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警虎的一文章 海外媒体在同一天刊登了署名为田云的文章 傅政华被查四名公安部副部长落马非偶然 文章当中表示中国大陆及其海外媒体 在报道傅政华被查的消息的时候 都提到了另外几个落马的前公安部的副部长 2016年1月份李东升因受贿获刑15年 2020年1月份孟宏伟因为受贿罪获刑13年半 2021年9月30号孙力军被双开 其实除了上述的四个人 习近平登基之后至少还有一个 正省部级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被整肃 那就是外界较少关注的杨焕宁 这个人也早已经在李东升被下狱一年多之后 重见落马 罪名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背离党性原则 违反连结纪律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李东升的罪案主要是由当时的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兼纪委书记的刘金国来办理 而杨焕宁也好 孟宏伟也好 则都是栽在了邓卫平的手上 再加上孙力军案也算是在邓卫平的手上起了个头 所以这个邓卫平为习近平上任之后大力整肃刀把子可谓是功不可没 所以他在中国公安部的纪检组长的位置上超龄服役到了65岁之后 仍然继续的受到了习近平的政治信任 文章说去年10月份的时候 北京青年报曾经刊登了标题为卸任公安部领导一年半后66岁的他再担重任的吹捧文章 说的是在卸任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长之后 邓卫平就又被围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副组长 而后又被安排为中华建议永为基金会的理事长 因为这个职务的前任是前中国国家安全部长公安部长 从赴国级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贾春旺 所以如今的邓卫平很可能已经被内定为享受正省部级待遇了 文章表示说起邓卫平 一是习近平的旧部而备受器重 二是在公安部纪委书记和中纪委和监察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长的位置上 为习近平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说所谓的刀刃向内的口号就是邓卫平最先喊出来的 但是就是因为邓卫平被习近平提拔时的起点太低 年龄又偏大 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敬黄昏 而孙兴阳则不然 到今年二十大召开的时候他才满五十八岁 而且在副省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已经持续了十年 在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后 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 并且很有可能会在二十大上晋升为中纪委副书记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